开车 开车 卡罗加布尼亚是俄罗斯联邦区的泰拳亚军第二名 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 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散打的体制内的锦标赛 这种选手的水平并不低 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其实是很高的 这个选手目前是六战四胜两副的这样一个战绩 体育华是我们五菱峰的中国勇士 五菱峰65公斤级的金奥带获得者 而且是2015年WF五菱峰世界67公斤级的功夫王者 相信大家也都记得 后腿的顶膝飞膝呢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重回南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博企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慎居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家中医老师微信 574 993 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补身撞扬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 993 200 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就比起 呃 很流畅 扫踢也很棒 平华小心对方在发力 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刷刷分开 哦